哈喽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周六 然后现在应该十点多吧 我刚起床 然后洗漱完 刚喷了个水 然后打算待会儿去吃个早餐 就出去逛个街 所以说想带着大家一起跟我出门 这就是我最近每天吃的早餐 每天上班 我都是早上刚刚先喝一杯盐水 然后吃一碗麦片 加一个鸡蛋 然后再加一杯咖啡 这个麦片还挺好的 它里面有枸杞的 然后吃饭的时候 我就要看一看 就是在澳洲有没有发生什么比较大的经济新闻 然后我主要看的market是美国 就是每天早上都要update一下美国有什么发生了一些什么新的 就是在经济上有些什么重大的事情 我就是负责美国的吗 先擦一个防晒 最近澳洲就是热飞起44度 妈呀 真的是太可怕了 拿这个法国大宝一点点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很注意用量 因为你真的是涂多了 真的是没地方放 因为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而且我之前说过 它涂上去是有点黏黏的 它可以让后续的产品扒在你的皮肤上面 涂个软唇膏 我用的是这个胶韵式的这个 然后今天很热嘛 很晒嘛 所以我拿这个It Cosmetics CC霜 因为它有SPF50的防晒 我用了很久了 其实你可以看到 好 我去夹一下我这个头发 又像一个男人般回来了 然后还是要遮一下黑暗 遮黑暗的穿上去的 拿一个定妆粉 主要就是要把眼睛定一下 然后定一下四周 中间的就剩余的鱼饭 扫一下就好 好 到了今天的眼妆部分 眼妆今天就用这个 大理石盘 我给大家试个色吧 哇 你看这个显得多 我去 然后是第二排的三个颜色 刚刚可能是手没有擦干净 它的哑光色的显色度 真的是非常的好 最后一排 红色 金黄色 这两个颜色的质地 看起来挺像的 其实它们两个摸起来 质地不是特别一样 这个摸起来是非常懦软的 这个摸起来是有一种颗粒感的感觉 姜黄跟棕色的出色程度 都非常的好 相对来说 这个红色的出色程度就一般般 那我们就先拿这个姜黄色 因为它的显色度非常高嘛 所以我会在手上先压一下 好的 那这个姜黄 铺到整个眼皮上面去 但是范围不要太大 睁开眼睛 你能看到这个黄色就可以了 然后拿一把小刷子 这么小的这种刷子 混这两个颜色 多占这个颜色 混一点点深棕色 然后放到眼睛的后三分之一出 范围就小一些 就这样子就好了 待会再把它晕开来 那个越软刷子它晕一下 换这个小刷子好 加一点点红色在上面 再加一点这个深色 然后还是拿这个奢子去沾这个颜色 放在眼头 眼角这个地方 然后拿这个金黄色 那手指去沾就好 去铺在眼睛中间 真的是疼险 所以点点就够了 我妈呀 而且我是很轻很轻的放在上面 它就这么显色 真的是也太显了吧 好 然后我还要拿这个颜色 放到双眼皮 只要就很靠近眼睛根部这里 天呐 叠加出来好漂亮啊 叠加出来的颜色好好看哦 给你们看一下叠加在这儿 给你们看一下叠加在这儿 叠加在这儿 好美啊 好 然后我再拿这个姜黄色的这个扁刷 在大面积里晕一下 然后再拿这个金色 那不是这个 这个白色 放在眼头 好 那我就把眉毛跟什么都补好 然后再跟大家见面吧 好啦 现在我已经化好妆了 我后面就是眉毛啊 睫毛啊 口红啊 腮红啊 换了衣服 戴了首饰 然后就可以出门啦 好啦 Morris andra 妈妈走了 Morisa Get away Morris Get away Keep away Bye Bye 从我家开车到公司,如果不堵车的话,10分钟 因为我家离City很近,是离City最近的一个海边的Suppit 日本的一大特色就是路上还有马车在City里面 这是我们公司的lobby 这个lobby还有一个很牛逼的,它有一个苍穹 看到了吗? 所以说这里是很多拍婚纱照啊,都会选择在这里拍一个景点 然后因为今天是weekend,所以我们只能从旁边的小门出去 但是平时我是不会开车来上班的 因为平时停在这的话是70块钱一天 虽然我们有卡,但是我们只有两个车位 老板停一个,然后那个车位平时就是如意外都不会怎么用 除非我们工作要用车,所以才会把车开过来 但是weekend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己公司的卡就可以随便停 带大家走这里吧,这里有一个超好吃的甜品店 每次都狂排队 每次都狂排队 my god 就是这一家店 这里是不是很有那种很vintage的风 看上了这双鞋,我觉得好酷哦 穿起来还要先腿长哦 很好看,而且还大折 好喝 今天还买了挺多东西的 刚刚喝了一杯奶茶 然后它是冷的 然后我就发现我来尾巴肚子就很痛 我还买个这个 就是歌剧魅影的 eyebrow powder 还有它的那个车轮的那个遮瑕盘嘛 它不是一直风很大很火吗 然后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进店去看过 然后今天刚好有时间路过了 就去试了一下 然后都一起卖了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购物欲望这么的冲动 我本来想去看一下那家店呢 懒得走了,因为我走得有点累 所以我想下午带我家狗出去遛待一下 待会回家给你们看看我买了些什么 回家啦 蛤 你怎么郁郁寡欢的样子啊 看看今天的战利品 先是买了一个这个遮瑕盘 因为大家都看到我IPSA 无论是IPSA还是Mega Forever 那个盘子都快用完了嘛 然后这个风很大 今天想说走进去看一下 然后就觉得试了一下 感觉好像很不错 就买了一个这个 然后呢最近我想买一盒眉粉嘛 本来想说买那个日本的那个Kate的 看看这里也有一盒眉粉 我是被它的这个眉书所种草的 我觉得没刷 我觉得它这个刷子还不错 然后对 然后颜色也还挺全的 我觉得应该还不赖吧 还是护肤品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喷雾 就是还买了一盘这个 然后这盘其实出了挺久的嘛 最近是那个黄盘跟紫盘 但是这一盘居然打五折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不买啊 而且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像那个G3-3有没有 还有一个买了一个Cabernet Crown的它的修容 就是买了一个是那种旅行盘 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够了 它是这种小小的 有它的经典的修容色跟它的highlight 但是它的修容色是medium的 然后其实我是想买light的 但是它light的没有这种就是小盘的 买了两副耳环 一副是就是这样子不对称的 一副是这样子的 然后还买了一双鞋子 这双鞋子就是刚刚你们看到那双巨弦腿长 下半身全都是腿的这双鞋子 今天晚上的晚餐 就是番茄烩牛肉 加了西兰花 然后下面是粉 我超喜欢这样子吃的 然后还要加点辣椒 那就祝大家也有一个开心的一天 拜拜